3号上午的9点钟友谊2010中巴 中巴双方进行了装备展示和训练科目的交流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中巴反恐联训第一天 双方参训分队进行了首次训练科目的展示与交流 这一次展示的是基本技能 那么在反恐战场上 这些基本技能与其他的技战术相结合 将大大的增强实战中的抗击打能力 综合训练场上 中巴参训队员分座看台两边 场地中中方汽车特种驾驶分队进行特技展示 蹲火轮 飞跃跳台 倒向驾驶 紧急掉头 各种处理突发情况的技能 博得看台上八方队员的阵阵掌声 空中动力三角一边队飞行 组成各种战斗队形 随后八方特种大队人员 进行特战技术展示 腿部攻击 自卫技术 脚械手枪 空手披砖 处处显示反恐实战对抗需求 看台上中方观战官兵 不时赞许八方队员的腿功很是了得 本次基本技能科目交流 在中方展开的反恐班组突入战术科目训练中达到高潮 三人战斗小组根据模拟的不同室内情况相互配合 利用地形地物突破重重障碍进行分点爆破 最终成功解救出室内人质 在整个下午的交流过程中 双方官兵互动频繁 现场气氛热烈而融洽 美国纪录片海豚关三号在产品堂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中巴反恐联合训练 这个训练已经进入到了第三天 今天上午混编同训的两国官兵将会进行反恐特别技能的训练 目前这个训练已经开始了 相关的情况马上连连 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吴辉 吴辉你好 你好主持人 刚才我们在新闻片当中也看到这个混编同训 其实是一个很生动活泼 同时又能达到目的一种训练 那么今天进入第三天之后 这个反恐特别技能训练 将是哪些具体的科目 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今天 现在就是在兰州军区的一个特别的特种兵训练场 这个训练场的名字叫猎人障碍训练场 为什么叫猎人障碍训练场 我们来看一看这些障碍的项目 就可以知道它的难度了 比如说我们让我们摄像给大家往这边来摇一下 看看我们这个 首先这是一个蛇形的这个独木桥 这个要求的是特种兵 它有非常好的体能和它的这个协调性 那么在它这个蛇形独木桥的前面呢 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四个原木组成的这么一个高低的这个障碍 这个时间啊被官兵们戏称为步步高 这个是要求你在跑前面的蛇形独木桥之后 跑完了之后要能够很迅速的攀登上来完成这个项目 而前面那个像管子一样的蓝色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特种兵在穿越的呢 实际上就是模拟的含动 那么实际上它们这三个项目大家可以看距离是非常近的 而且它是对考验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体能和不同的那个它的这个技巧 所以这个特种兵训练呢它自然就和其他的不同 我们的这些项目可以说是借鉴了很多国外特种兵的这个项目而来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到是这个有一个组绝墙哈 这个组绝墙的高度我们从这个摄像展示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角度是45度角 那可以说要能够迅速的冲上这么高的一个组绝墙呢 要求的是战士没有非常好的一个爆发力 那么我们让摄像从这个组绝墙下面来往下往后再向后方给我们再看一看 为什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后方就是这个项目呢 就是它这边是一个绳子 实际上在实战的时候特种兵爬上墙了以后 是通过这个抛腕器来拿住这个绳子以后来越过前面的号钩 我们现在就已经体验到这个猎人训练场里头非常独特的一个了 大家看到没有这是带有实战背景的一个训练 就是说现在这里的发烟罐和这种我们能闻到的这种刺鼻的烟味呢 实际上就是模拟的在实战的情况下它这个进行训练 在这一个段落里呢主要是考验的官兵来跨越障碍 所以没有实战的这种战术背景 那么在有些段落里呢他们会使用自制的这种 抛射一些就是类似于模拟战场环境的这种 类似不是真正的手来而是自制的那种模拟手来 没有任何杀伤力的这种手来来制造战场的这个危险的这个环境 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从这个阻绝墙再往过来 我们这个烟雾越来越大了 所以让我们的摄像稍微跟我们走得快一点 那么在这个刚才过了这个阻绝墙的这个项目的时候呢 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水池的一样的项目 大家可能觉得水池子嘛 这个项目相对来讲比较容易一些 但实际上它这个水的深度是2米2 那么你看我们的特种兵浮在这个水池上 实际上它是要用技巧来浮在这里 那么你看现在他们从水底下拿出了什么呢 实际上他们从水底下拿出来的是一个弹药箱 这个弹药箱的重量是30公斤 那么在这个2米2深的这个水之下 他们是有三个这样的弹药箱 那么像这样短时间内在非常深的这个水里头 能够做多次这样的训练 实际上是非常艰苦的一下那个工作 那么我们现在再把视线从这个水池子 向这边来转移一下 那么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懒人踢下 有这个中国也有这个巴基斯坦方面的这个食品来进行训练 所谓懒人踢 难的不是上而是下 你看他们下的方式是手在前脚在后 在这种情况下是战士们通过这个水辞职以后 已经是体力极度消耗的情况下 他们还要来做这样攀阅这种障碍的这种工作 这个训练的强度可想而知 而像这个在这个训练场里头 这样的难度的科目一共是有27个 而且27个项目并不是说你简简单单过了障碍 你就完成任务了 它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就是要能够发起攻击 你要在跑得气喘吁吁 几乎要断气的情况下 还要能准确的命中目标 这是对我们特种兵的要求 那么今天上午呢 我们会继续为您不断来跟进 在这个猎人训练场里 值得我们关注的训练项目 主持人 好 感谢五辉在训练现场 给我们发来的详细的报道 谢谢 继续来看新闻 被受关注的咸阳市政协 受捐122件余佑任书法作品 去向不过 大式汽车炸弹 在美国国际发展公司办公大楼的围墙上 炸出了一个洞 并且成功地闯入 占领了这座办公大楼 这里也是阿北部昆都市省的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注地 目前阿富汗安全局势 以及北约部队 在阿富汗战场的形势堪忧 在奥巴马去年12月 宣布向阿富汗增派的 三万部队基本到位之后 阿富汗战场反而出现了 塔利班卷土重来的趋势 在刚刚过去的6月份 北约驻阿部队共有102人死亡 创下了阿富汗战争9年以来 单月最多记录 面对这样棘手的局面 彼得雷乌斯曾经表示 北约在阿富汗的既定战略 不会改变 但是前任最高指挥官 麦克里斯特尔制定的 减少平民伤亡战略 却遭到了不少美军士兵 和军官的反对 他们认为这样的战略 将使他们在战斗中投鼠忌气 不但达不到既定的战术目的 还是美军的伤亡人数不断攀升 但是在1号到访北约总部之后 彼得雷乌斯说 可能会调整驻阿联军作战规则 但作战时 仍必须优先考虑减少平民的伤亡 分析人士指出 对于坚持美军现有战略态度的松动 表明彼得雷乌斯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 目前阿富汗战场的严峻形势 菲律宾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就职仪式2号在马里拉举行 李卡多戴维正式就任菲律宾武装部队第41任总参谋长 在仪式上刚刚就任菲律宾新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的阿基诺三世 也首次面向全体军人发表了讲话 阿基诺在讲话中呼吁军队要成为民主的捍卫者和国家改革的先行者 他同时也承诺将为菲律宾的军人谋求更多的福祉 并且继续推动军队现代化的建设 军队对于菲律宾政坛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有报道说在前总统阿罗约任职的8年期间 曾经依靠军队挫败了三次政变企图 而阿基诺三世的母亲已故前总统克拉松阿基诺夫人 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说 当地时间3号下午1点20分左右 一辆韩国巴士在从东南部城市浦向开往仁川国际机场的途中 发生了坠桥事故造成了12人死亡 另外还有12人受伤 根据报道 事发时这辆载有24名乘客的巴士 正在驶离仁川跨海大桥 警方在初步分析之后就认为 该巴士是为了躲避一辆因为故障 而停在路面上的小汽车而坠桥的 事故发生之后 警察和消防人员迅速地展开了救援工作 并且用起重机将严重损毁的巴士吊起 们消防人员迅速地打下来救援工作 警方在共用信息下来救援工作 警方在キ课免上若门的心楼币 接下来救援工作 防人员迅速地露 警方在共用信息下来救援工作